國外有人說幫助還沒過八神人 但是他想看直播 1043人 RD走到頭了一場太久 就是RD是他們這個公司的第一款TD遊戲 他們也更新了四年 有些路確實是走錯 但是在一開始走得很好玩 只是走到未來沒辦法回頭 這款遊戲的開局 他真的是把RD的一些細節都調整好 然後弄得更好 有一些不能犯的錯誤他都沒有犯 雖然說第一次更新他還是犯的 可是那又是全新的錯誤了 對吧 然後是比LD好玩 就都不錯啦 RD是耐玩 但是他後面我覺得他不算是 他的禁技很重 他太重禁技了 太重平衡 爽度沒了 RD早期也是爽爽優 現在沒那麼爽 RD的禁技很重 禁技細節 操作細節很重 你敢玩全骰子人嗎 根本沒有辦法你知道嗎 蛋蛋 而且蛋蛋 改回來了 這個遊戲一切都變正常了 你知道嗎 一切都正常了 一切都正常了 為什麼會倒在80回合 你有玩這個遊戲嗎小翼 這遊戲就80了 這遊戲 現在所有強化都有限制了 真的假的 連這個都有限制喔 所以神話 啊 等一下等一下 啊 啊 那個對面的那個 紫幼在不在 紫幼在不在 要不要來玩個全職 13等的話 應該沒問題吧 我們來一次全職行不行 喔 順便水一支影片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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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升級到頂的話 那就 全職是不能玩的囉 真的不能玩喔 真的不能玩喔 來 我來嘗試一下 反正剛好對面13等 感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也懂大概知道全職怎麼玩 對啊 紫最多也到11 真的假的 那這樣子 11點了各位 商店刷起來 我們這邊再挑戰一次全職 我看全職行不行 有沒有辦法上 對啊 我再拚一下 最多11而已嗎 那就真的有一點危險 確定嗎確定 可能會浪費掉你的五點體力 但是就嘗試一下 一樣就是把獵人賣掉 到後面把獵人賣掉 然後樹人為主要傷害 就一樣的玩法 一樣的玩法 感謝感謝感謝 打好多場極限70 為什麼雙人骰還是最強主播嗎 蛤 雙骰人 雙骰人還是最強 雙骰人還是很強 對啊 只是那個運氣真的太難了 藍絲也改回來了嗎 藍絲還沒改 默默失敗了幾十次 哪裡有失敗幾十次 拿到轉換 今天樹人還是可以80 來我們試試看 50到80 輸出哪隻比較重 藍絲啊 打趴傷欸 那沒得比 真的 補償超多 真的是很多 真的是很多很多 好 5 繼續 多一點樹人 我們看看 這時候拳子還能不能玩 嗯 這個 不升 繼續 繼續上去 藍絲有改回來嗎 藍絲還沒改喔 藍絲還沒改喔 來給你看一下本次更新 你點下去 我左邊有打懶人包 可以簡單看一下 這遊戲有分成 三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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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神話 但他又既是神話 只要官方重視玩家 基本上建議都能活很久 唉 希望他能夠認真的活下去 玩家應該 玩這遊戲應該讓你賺的 比RD骰子還多吧 唉 目前為止 老實說 骰子還是比較多 哈哈哈 老實說 骰子還是比 現在的 LD還誇張 當初啦 如果以同時期的話 骰子還是兇殘一點點 其實他有打四貫說 運作角色 我跟他說CC back 他說No 我差點記得高血 人家新手嘛對不對 這遊戲好紅喔 RD是不是要死了 就看RD他是不是同一間公司 同一間團隊做的 如果是同團隊做的 那RD完蛋了 如果是不同團隊做的 那沒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今天第一次玩到三骰人 輕鬆80 然後下面的強化都有限制囉 真的假的 那我們的子人 不就玩不起來了嗎 認真嗎 現在是30回合 我們的傷害是來到了1800 我們稍微升級一下 現在是12000 好這邊應該沒問題 我們這邊換個這個 幫我加速一下 然後是謝過我們的工作 我們這次就來看看 他有沒有辦法上去 我再繼續一下 有這個OK 這個等一下再說 繼續幫我弄一下 為何你右邊聊天室還是一堆歡迎 我也不知道耶 那個Twitch的一些怪怪的機制 今天好不容易用我聊天室 結果又來了第二個問題 反正先別管他吧 至少有人聊天 可以看得到就對了 龍蛋可以移動了嗎 可以了可以了 今天改版OK 今天改版可移動 然後是 哇塞 這個運氣都比RO賺得多 那是不是該淘汰RO RO有愛啦 有愛有愛 有愛有愛 我還是要偶爾玩玩其他遊戲 來調桃野我的身心 如果我的人生都只有RD跟LD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也會壞掉 你知道嗎 我可能就會 你知道還是會有點那種 心態還是要轉換一下 就像人維持一個姿勢久了 你還是要換個姿勢 對對對姿勢還是得換一下 現在是7等 我們的傷害是15000 350塊 等一下再升 繼續招 今天運勢到底是單純看廣報嗎 不知道欸 不知道今天運勢到底有沒有關係 對啊 就有點詭異 就是要換個姿勢啦 RO是好玩嗎 尤其又是那個畫面對不對 彭8優先升12嗎 不一定喔 只是我選擇彭8 是我選擇彭8 好歡迎再開車當我妹子 沒有沒有 我說你坐姿站姿 坐久了要站一下 站久了要坐一下 躺久了要站起來一下 你也不能一直睡 對不對 身體也會受不了 對啊 使用一點的話要多少神話石 來我傳給你 這一支影片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欸我現在是第一話了 每天重置的BUG 重置的去到BUG還沒有獎勵 關掉遊戲一下 關掉遊戲重開應該就有了 欸關掉遊戲重開 應該就沒問題了 來再一個樹人 這個先賣掉繼續 好欸大頭來看直播了 嗨灰修處早安 我們來嘗試一下 紙全子還玩不玩得起 目前覺得好像有一點危險 因為升級有上限 剛剛超爽十連抽招募招募到班恩 還好有先買超賺 喔直接300 欸看一下喔現在這裡是這個不需要 來 7 6 5 欸怎麼又回來了 先把它賣掉好了 錢也不需要 4 3 好好珍惜周遭 在人詛咒的其他人會死嗎 為什麼 他叫我好好珍惜周遭的人 呵呵呵 不要那麼悲觀 欸就是叫你珍惜 欸對 呵呵 23好像有點虧 6 8 欸沒有東西 老虎師傅先借我頂一下 先讓他傷害高一些 老虎師傅是全子唯一會出的角色喔 雖然說是全子但我也沒有那麼苛刻喔 欸我也沒有苛刻我也沒有那麼苛刻喔 來三隻樹人是不是升上去再去賣掉會比較賺 不會 紫色賣掉2 黃色賣掉4 所以你升上去再賣 欸你只有6換4怎麼樣都不賺 欸怎麼樣都是虧 欸怎麼樣都是虧 怎麼樣都是虧 狩獵 然後是這個賣掉 喔怎麼那麼多 好啦也不錯 現在多少 26 再一隻 我再一隻就可以掛隻了 雙神回歸了嗎 我看沒更新啊 來 那個誰 熊力維 這一隻影片麻煩你了 幫我點下去 你會很開心的 真的 你看了更新都會笑 絕對會笑 絕對會笑 老虎師傅的樣子好可愛 超香 欸老虎師傅他好像也有被buff過一次 對啊 現在是57回合 全子還能過嗎 全子還可以嗎 鑽石換強化石嗎 如果有神話的話 換文物吧 強化石 真的是要大課才能去換的 你不是大課建議先別看那個東西 對買文物 文物以後夠你買了 真的真的真的 文物夠你買 文物夠你買 好 掛機 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還能不能夠活下去 我們用一組這個 三組鳥鳥 攻速來到80 他現在傷害是2.52 那我們就給他強化到滿 聽說他的強化只能到 只有這樣子 7萬而已耶 那完蛋啊 不可能啊 那個噴錢機也上不去啊 我們那個時候樹有到三十幾萬耶 對啊 啊 那樹的影片還是不能上啊 有點可惜 我們只能拍這個全新的東西了 盾化樹木77000攻 然後他家的速度噴錢槍 現在是8萬塊 欸完蛋了 這應該是過不去 我那時候30萬才勉強 現在看這個情況 只要他突破這裡 我覺得應該就爆掉了 如果爆掉就給他爆掉喔 就別去救他 欸 反正該做的做一做 對對對對對 啊那個只有 那個獵人跟三賊都可以賣掉 然後去賭那個樹啊 狼啊 給他賭出來 因為三賊 那個獵人已經沒有用了 啊三賊也是 三賊的加10塊也已經沒意義了 對對對對對 三傳說可以無限生吧 我不知道欸 我還沒看到 有人說不行 欸有人說不行 大頭直播用什麼牌子的AI啊 便是關鍵字直接連結給你好好用 沒有那是我手打的 哈哈哈 你以為那是AI嗎 沒有 我那是 我那是一個筆記本放在旁邊 手動複製啊 你知道嗎 哈哈哈 我把 我把常用的連結都放在旁邊 然後有人問問題 我直接丟 哈哈哈 這不是AI 這不是AI 哈哈哈 70回合 我們的傷害還行嗎 文物抽到直接生效嗎 沒錯 直接生效 傳說好像是30 30也蠻難到的啦 對啊 傳說已經升到15通關了 你升到15等了 我可以問一下大概課多少 一隻傳說還兩個傳說 然後可以把怪都死很快 不知道欸 現在74回合 我的傷害是11萬多 欸啊對面還在繼續 為什麼我玩一玩突然就拿到免費球棒 因為你有抽到 啊你有通關 有通關會送 對有通關會送 今天玩樹人海溪 還可以喔 聽起來難過 感覺有點難過喔 13萬攻 我們前有到高達15萬 我們的強化已經不用想了 之前要抓居中的值 現在不需要了 大頭牌 欸我完全是手動輸入的 你知道嗎 沒有AI 欸沒有AI沒有AI 至少把紫色機率變高吧 哈哈哈 然後呢 可能看一下總傷害嗎 來我們來瞄一下 總傷害是300多B 哇對面的B數比我還高欸 對啊 欸等一下 那難道說你那樣才是對的嗎 是我搞錯了嗎 哈哈哈 但是欸沒關係 好就先這樣就先這樣就先這樣 然後呢是 早安大頭早安LAND 然後現在80灰了 欸還行欸 我們的樹人還OK啦 還OK還OK 我傷害是15萬 對面的樹人傷害是16萬元 欸那可能喔 他的 果然喔還是有差一點點 欸過了內 有啦 拳子還是可以 但是沒有之前穩 能夠升級還是比較香 欸沒有無限升級的難度 我覺得沒有像之前那麼香 對啊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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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